items 那我给items负下值 items 等于 第四 第四点 items 第四点state吧 第四点items 对吧 没错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阶门啥效果 编辑有错 cannot find file items.js does not match 什么情况 cannot find file 这个 打条鞋的问题 这是 index items as not defined items as not defined link as not defined the root as not defined atoms atoms出来了 啊 点 诶 cannot read the property path path 没给进去 这个地方吧 你看他 我看第一个出错的地方 在render 这个地方 呃 诶 啊 全都是笔物啊 props啊 刚才是props 咱们这变成state了 use啊 好 你看啊 这是一二 然后这出了个page3 因为page3 因为上面这没有 所以这个是对的 我再点 诶 你发现 它是重复的 我重新刷一下啊 我重新刷一下 刷一下以后 你在这看啊 这是 这个首先 这个列表是对的 page1 也就是page1的时候 它没有求准 所以它不能点 page2的时候呢 它也不能点 page3的时候呢 因为它底下有 有那个什么 所以它现在是一个 能点的link 那么基于这个 能点的link 我一点应该是 三下发现 三下发现4 三下发现5 应该是这样的 那说好的 这个东西哪去了 为什么它没有 这个要说一点啊 这当时是我留的一个坑啊 你看这个地方 它每次render进去 你看啊 它从这进去 你root从这进去以后 还是掉itom吧 再掉itom 是下一层 它的那个itom 它在itom再进来以后 它拿的依然是这个 看见了吗 它拿的依然是这个 它拿的依然是这个以后 然后那它在生成的底下 这个link 依然是那个底下 也就是它一层一层 是无限循环的 所以底下这个时候是不对的 也就是说 在这个root的时候 我们要做一件事情 在这个root的时候 我们要把 要把底下的todron 这个todron当做一个对象 要传进去 我们要把itom的todron 也就是说 当我在点page3的时候 它要把这个东西 给到下一层的itom 虽然它是地规的 但是要它给到下一层的itom 那个组件里面 itom的组件只渲染它 不能再从头渲染了 理解了问题在哪了吗 说一下这问题在哪 是在root的地方 需要将itom.children传递给下一层的itom组件 并且保证 下层组件 使用 这个 求准 也就是说底下的时候 我们在root的时候 要把一个参数传进去 所以这就是这道题的 意思的点在这 哪了 就是 你现在这个传不进去 你有同学说 我可以在这 我可以在这 我在这加 再加一个杠 然后在底下 把这个itoms.children 我给进去 你这个地方 我说了 这个地方只能给数字 自幅串 这种简单的这种对象 如果你给进去一个 简单的这种 就是自幅串啊 就是这种简单的变量 如果你给进去是一个对象的话 它进不去 这个地方没有地方能进去 也就是你没法把这个东西给到下一阶段 用现在这个方法 那你说这见鬼了 这我怎么办 那么有一个办法 就是这个地方不能再用component的这种写法 好 那么我们把它 拷贝一下 Ctrl C 那么在这儿呢 我们不再用这个写法呢 首先我们把它展开 还是在这 没错 我们不再用component了 我们不用component了 当然我们用另外的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呢叫做render 也就是如果你在这里定义了render以后 root就不再问你 原来就是说你正常你给一个组件 我直接给你渲染组件 那么现在如果我给了你一个render的话 你直接就run这个render程序就好了 你就不要去管我底下怎么弄了 所以那么在这的话 就是说他有了这个render以后 那么等于替换了root的render程序 然后在root的render程序里面干嘛 我们在root的render程序里边 搞一点事情出来 那么这个render等于 后边一定是什么 大括号对吗 大括号里边 这个什么的函数 是props 箭头函数 大约号 然后这底下是什么 返回一个东西是一个括号对吗 这个括号啪我底下一回车 下到底下来 下到底下来以后 这底下是个什么东西 我现在这 这是要返回的东西 那我肯定返回item自己 对吗 返回item自己 然后这底边加一个 加一个杠 对吗 也就是说现在你render的时候 你root render的时候 我直接返回这个 就跟这个在render的时候 你掉render的时候 我这返回一个return一个东西 这是一个道理吧 只是现在我把它return成item 这个没有毛病吗 然后在这里边 我要把参数给进去 这个参数给参数的方法 我们说过是点点点props 是把这个props 直接解到这个items里面来 这样的话 才能把他的这个对象 给到这个东西里面来 那么给到这来以后 然后底下有一个items 这有一个相当于变量的东西 那么我们让它等于items 点 求准 那么这样掉入的时候 下一层就能拿到这个东西了 那么好 下一层能拿到这个东西以后 底下呢 我还要再判断一定事情 就是我来了以后 我怎么去set它 那在这儿 这个set的函数 要有点问题 现在是来了 就往这里set一个固定值 你再怎么弄 这个事情 它都解决不了 那怎么办 那这个地方是 首先是这样 我先别这么set它 我把这个东西先 先摘出来 我先把它摘出来 我让let items等于这个东西 我先让它等于 好吧 让它等于以后呢 那么底下 我其实来讲 我做这么一个判断 也就是说 我看这个底下 这个东西传进来 没传进来 这个items传进来 没传进来 如果items传进来了 那么这个时候 我就传进来的 没传进来 我再把它set成这个 那我底下怎么写 写成items 然后是第4点 这个是传进来的东西 这个是通过prop 这个方法是能传进来 这个是我们的items 这个是root上带的 一大堆的东西 然后把root上的prop 是展到items里来 它会透传 但是透传的过程中 那么我们再给它加点料 加一个items 那么这儿呢 就变成props 点 items 就是这个东西 是这传进来的 就是在下层 你要传到下一层items 下一层items进来的时候 它到这儿的时候 就能拿到 从这儿拿到 如果这个items 它是有东西的 就是我传了 那我现在就用它 没传的情况下 我才用items 好 那么这里面说 说一种情况 什么时候是没传的时候 这个东西 什么时候是无效 只有在第一次是无效 只有在这儿的时候 无效 没传 后面凡是 因为后面渲染出来 都是它items 它自己 都是它自己 这渲染出来 这个地方一定有 所以一定有的话 这个地方一定有 所以每次它用的 会是那个秋准里面的东西 能理解吗 那么好 这个东西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等会 这个地方还是有问题 有一个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说我们会发现 说当时这写错了 你们导一下视频 可以看一下 这写错了 这写到items点秋准 所以items点秋准 它每次把这个东西 如果传进去以后 它应该是items点秋准 items是谁呢 items是这个 这个是items 这个是items的话 ok 然后items 在items 这个是 应该是items 应该是它 就是轮巡里面 就是它循环里面 应该是它 也就是items点秋准 正好是谁呢 正好是每一轮 往里放的时候 放的是 sorry是它 这给叠起来了 在这 是每一轮拿的是它 那么 如果你这写成items的话 这个东西有 然后点秋准 就是没有 就这就传一个 安底范 这一传安底范 每次又把items拿进去了 所以这个错误 正好好像说 打错了以后 正好好像 你改了跟没改一样 所以这个地方呢 我把它改回来 给大家看一眼 呃 哎 没有了 好吧 重新来一次 这个每次起 把ae当这个 这个这个 哎呦 看ae能 ae估计够呛 没次把ae当 这个缺省浏览器 这让我也是挺无语的 但是 好 这现在这就是items 所以你在这看items 他点完了以后 他还是items 为什么 因为我刚才在那个地方 呃 打了一个断点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 安底范 断点打在哪 打在这 就是我想知道 进来的这个东西 是什么到底 我promise items 所以你发现 promise items 只是你发现 他这个东西不对 所以我们要把它改一下 我们把它改一下以后 然后我们再刷他 这时就出来了 看见了吗 比如说这的时候 这就都对了 当然来讲 在这里面 我们其实还可以 你比如说 把这个结构写的再复杂一点 是吧 比如把这个 变成他的 求准求准 对吧 这是3-5 所以这是 3下滑线5 下滑线1 这是3下滑线5 下滑线2 然后我们看一下 他是不是能产生三层 是吧 这是一层 这是第二层 3-3的第二层 这是第三层 531 532 对吧 你要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按这个结构再做 反正你所有的结构出来以后 他都能把这个每一层下去 都都能知道 那么而且在每一个列表 都是紧致的 那么符合我们所有的这些要求 没有问题 OK 把这个搁在这 这是06 看一下 这个刚才我们说了 Jason数据结构 传对象的数据 还有传props 这个我再啰嗦一句 在这 这个地方传的时候 这个地方拿到props以后 然后这是个 间括号吗 这个点点 其实是把它上面的props 展在这 然后呢 就展开 就跟我们看到那个点点 是一样的 点点就是他把他里面的东西 展开一个一个的放在这里面 而且事实上 甚至还有人在这这么写 在这的时候 这么写 道理是一样的 因为任何一个 他上面都进来有argb 然后呢 他argb来了以后 就把argb在这里展开 这么写也是OK了 就是有人会这么写 就是在 过道函数里和super里这么写 这么写的话 你能认得出来 能知道怎么回事就行 然后呢 在这呢 我们再增加一个atoms 这个选项 也就是说 当你需要用这个 这个 路由 当你路由到下一层的时候 你还要把一个对象 以props形式传给他的时候 就用这个方法写 一个字不要查 就按这个方法写 肯定是对的 所有的语法 我刚才已经都跟你说了 其他写完了以后 render等于 然后props props作为这个里面 从外面传进来的参数 然后把这个props 盖里边展开 展开以后 然后把items 作为一个新的对象 传进去 那么路上有的 这就都有 OK